現在我們要跟各位談的是 阿彌陀佛與諸慎眾現在齊全 這就是您前面的已經成就的那有沒話說了 那你現在有所覺知 不管是從生命上 從人性上 從人生上面有所覺醒 那這些人如果能善亂心念佛都可以往生 那這表示前面所講的善根福德因緣都具足 而到了以後能跟諸善善人聚會一處 這個慎眾阿彌陀佛跟這些慎眾是哪些人 那很多人就有問題喔 有哪些人啊 這裡都沒寫喔 這裡沒寫啊 那我們要依據什麼 大概啊 依據你的經典來寫的 都算 都算 但是最根本的 它有四大菩薩 這四大菩薩就是華音經上面所講的 弥勒菩薩 文殊菩薩 觀音菩薩 普賢菩薩 這四大菩薩 這是太上界裡頭啊 東南 西南 西北 跟東北 跟東北 四個菩薩 八葉院啊 八葉有東南 西北 四方 那麼有四語 就是四圍 就是東南 西南 東北 西北 這四圍啊 它是用菩薩 不是用佛 也就因為這個原因啊 你就發現了 為什麼 九摩羅斯把十方佛 三圍六方佛 就把這個四圍的刪掉 因為它表法是表示他菩薩 它已經有講了 阿彌陀佛與諸慎眾現在齊全 四人靈命忠實啊 一叉而忌 有嗎 極德往生 極樂世界 十大願王 你看看 道於極見 阿彌陀佛 下面呢 觀世音菩薩 文殊菩薩 弥勒菩薩 普賢菩薩 四大菩薩 主要是這四個 那麼其他的呢 你加上誰都可以 有的呢 再加大師至菩薩 有的再加地藏菩薩 那無所謂 但是這四個菩薩一定有 因為你的經典所依據的出處不一樣 所以有阿彌陀佛來迎土 有沒有 那裡面有八大菩薩 那就再加 那不要緊 但是這四個菩薩一定有 一定有 這是一個關鍵處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 因為你都在胎藏界的範圍裡 胎藏界是整個法界的結構 也就是你的生命結構 生命裡最主要的幾個因素 它分這幾大類 把你顯現出來 所以有機會啊 我們在跟各位講祕法的時候才講 因為講淨土講到那邊去 現在已經夠深了 有的人已經睡著了 再講那個通通擺平 那不但要軟鋪還要臥鋪 這個是我們在談的 有時候我們在講經的時候 適可 適可而止 給大家昏昏欲睡就好了 不要睡到都打呼了 好 到這個地方 還不打緊 最後這一句啊 是最重要 適立佛 我盡勢力 故說此言 若有眾生聞者 應當發願生彼國圖 有沒有 這一段話 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啊 第一句跟最後一句 都講這兩個 第一句跟最後一句 在這一段裡他講了兩次 重點啊 是我見勢力 我看到這個優點啊 這個利益啊 你們既然天天都吵 吵說要死到哪裡去啊 那我告訴你啊 這是一個 你們最好去的地方 有沒有 這個裡面 我前面就先跟各位講了 因為在印度的文化裡 佛陀的成就啊 是印度文化的一朵奇葩 那麼他也給印度文明啊 帶來了極高度的進步 知道嗎 印度文明本來就很進步了 但是佛陀的這個 這個創建啊 對印度文明啊 起著很大的作用 因此啊 當時啊 社會的精英啊 那些四成八定啊 九次地定 這些大成就者啊 一聽到佛陀的理論啊 統統轉過來了 所以我們才跟各位講 佛陀當時講的法 其實啊 是都跟這些啊 社界 無社界的人講的 不是跟我們講的 我們慾望雜想太多了 那麼那一些呢 贈得阿羅漢以後的人 他就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了 啊 我原來在克里希娜那邊 在西巴那邊 在大盤天那邊 或者匹斯努那邊 那都有他們的國土好去 然後我來你這裡 我那裡去不了 請問我要去哪裡 對不對 本來我還有個 茅棚住嘛 現在給你這麼一弄 茅棚去不了 那些要去哪裡啊 他說有大樓可以住 對不對 這個社區的大樓不錯 你可以去 為什麼呢 我建市立 我看到這裡 因為這個地方 最適合你們去 誒 話是這樣講喔 是這樣嗎 不是 因為這叫法如是故 佛陀的法如是 就是自然真理如此 你有成就 你當然就到那裡 但是你們看不到 我看得到 真理的軌跡如此啊 那我看到我告訴你們 所以我才這樣講 這佛陀就告訴這些大阿羅漢講 我不是安慰你們 也不是隨便講一講 這是真理的軌跡如此 你們必然要到極樂世界去 所以你現在要找 聖地佛在哪裡 我告訴你 就在極樂世界啦 在哪裡 那穆建聯 蒙霍加社在哪裡 通通在極樂世界啦 那你不去也可以啊 假如你不去極樂世界呢 那你就到 都在天彌樂念院去嘛 跟彌樂菩薩一起 再降生人間嘛 也可以啊 那就看你決定 你既然有所成就啊 那你就可以做決定了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佛陀看到真理的軌跡 他這樣講了 第二個 就是這一段話 這個 彌陀經理啊 講這一句話 眾生文者應當發願 願生彼國 總共講三次 有三句 這一段就講兩句 那第三句是到極樂那邊才講的 所以你這個地方你看到啊 他在這一段裡為什麼強調這個呢 就是告訴我們 你們這些阿羅漢啊 不用擔心 在我這裡修法 自然有你安身立命的地方 知道嗎 很多人問 我們淨土念佛 往生極樂世界 你們華言往生哪裡 這就要再講 這個不用講 對不對 我們華言 絕對往生極樂世界 那是指什麼 最笨的人 往生極樂世界 那你們那種念佛法還未必往生 因為你一點一點概念都沒有啊 不可能往生啊 而且呢 很有可能跑到化身佛的世界去 而不是到爆身佛的世界啊 你要留意到啊 我們是最少到爆身佛世界 是最少啊 要高明一點的人都入法界去 到化身的地方去 才不要到淨土去啊 我們入法界不就更好嗎 為什麼要到淨土去呢 這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因為你以為念佛就往生淨土 就結束了 還沒 你到淨土以後事情還多了 因為終點是入法界啊 淨土只是化成而已啊 因為它是爆身佛的地方 不是法身佛的地方啊 弄清楚啊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要跟你挑戰 假如你現在是念佛 你還是乖乖念佛 照你的方法 不要聽我講 聽了你就心大亂了 回去就不知道念不念啊 對不對 那極樂世界竟然跑出兩個來 而且聽說還是化成啊 不是終點戰呢 告訴你它怎麼會是終點戰啊 因為你到那裡還沒成佛啊 你要成佛是往後走啊 因為極樂世界是第二世界 第二世界後面還有第三世界 第四世界一直到N加1個世界 那你不可能停在第二世界啊 你還有第三第四啊 所以這段話就會很明顯地告訴我們 這跟那些阿羅漢講的 你不要一直想要找到一個七身之處嘛 成就以後整個法界你是自在出入的 整個法界就是你的法身嘛 你不到那裡去你一直要找一個 你要暗身立命的地方 那你還是法界的孤兒啊 還是法界中的生命孤兒 流浪法界的生命孤兒 那還是太可憐啦 只是比較好一點而已嘛 人家三歲流浪啊你是五歲流浪 只差這兩歲而已還差什麼 人家在第一世界流浪 你在第二世界流浪啊 那你要直接進入法界去 那要入法界那法眼的刑法是最特別的 這個法門本來是從法眼的立場來講 它只是一個眷屬經啊 今天弄成一個主要經典啊 那你都一頭栽進去了 對不對蜂蜜很好吃 結果你這隻蒼蠅就掉到蜂蜜裡頭去 你飛不出來了嘛 已經被黏住了嘛 那那種蜂蜜有什麼好吃 這個就弄錯了 這個是這一句話我跟各位提醒的 給各位做參考這個 我們不是詆毀這個法門 我也沒有絲毫的瞧不起阿彌陀佛 你放心我也沒本事 因為人家是報神佛 對不對我是大地凡夫 不是說我在詆毀他 你不要弄錯也不要聽錯 我們只是把整個佛教對法界的結構 這個真理弄給你搞清楚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部經不好講 我跟你講這部經很不好講 因為它是佛的境界 我們這些都是很厲害 拿來就講 然後就自己想自己講 到底它是講佛的經 還是講自己的經 我們就保不懂了 我跟各位講 你不像我這樣講 那不行我不是說我是標準的 我是起碼而已 起碼像我這樣講 要講更完整一點 那還要打什麼 打那個螢幕 還要那個圖像一個一個弄給你看 那個還比較完整 因為我們獎金不是專門寫論文 沒有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 我估計要講 講這個部分 它資料三五萬個字是需要的 剛才那個理論就三五萬個字 這不僅僅三五萬個字 那不是太少了嗎 再加上那些圖表來講 那就更不容易了 所以為什麼書超啊 謎陀書超有沒有 是廉詞大師寫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難要寫那麼多 是有道理的 不是沒道理 好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另外一個領域 十方佛啊 但是 九摩羅斯在這裡 八三成六方佛 我們來看看 這傢伙好大的膽子 佛說的話 他都不照規矩來敢亂刪 還是什麼原因 那我們來看看 社利佛 如我今則讚嘆阿彌陀佛 不可思議功德之力 東方亦有阿出彼佛 虚敏相佛 大虚敏佛 虚敏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橫河沙樹諸佛 各於其果出廣常舌相 遍覆三千大全世界 所誠實言 如等眾生 當信誓 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這個 大家都很熟 但你知不知道 這個東方 他提了幾個佛 阿出彼佛 虚敏相佛 大虚敏佛 虚敏光佛 妙音佛 五個 東南西北 通通五個 但是西方七個 下方五個 下方五個 上方十個 我告訴你 他非常用心 五阿 表示圓滿 是小數的圓滿 不是大數 大數圓滿是華語經講 十十圓滿 這個五阿 是圓滿 七是大數 你知道嗎 這個 朱摩羅斯在翻譯經典的時候 他就運用人類數學史的觀念 五進位然後七進位 七進位以後才十進位 你知道嗎 有沒有 研究數學 你稍微腦筋轉一下 你就 你就可以想出來了 所以 在五進位的時候 講七阿 就是大四 就是大四 那在七的時候講十阿 就是大四阿 十是十進位的時候 所以講華語經講到十進位 華語經是比較晚期的經典 地藏經講七七四十九阿 地藏經是比較早期的經典 像這個講五的數字的為標準的 圓滿數字的 就是一個單位 五為一個單位嘛 一隻手五個指頭嘛 一隻腳五個指頭嘛 那後來是因為五個指頭 再加兩隻手 所以七嘛 七 就變七進位嘛 是這樣子來講的 你可以看到 這有一個歷史時經的因素在 你不要看 那我講去什麼 講到數學史裡面去啊 因為這是文化史裡面的東西啊 所以它這個經典有它的歷史背景在 那麼它 這部經當然不是這個歷史背景 但是 朱姆如舌在翻譯的時候 他用這個歷史背景 來取舌 你知道嗎 所以他用五用七有它的用意 我們不懂得人類生命的歷史 這就是生命的歷史啊 雖然是數學史啊 它運用這個人類族群的生命史啊 它引用到經典裡面來 所以我跟各位講 經典是一種生命的語言 它不是大腦的語言 那你要不懂得人類生命的發展過程 你經典是看不懂的 所以我那第一天就跟各位講 基督教徒看不懂 就約聖經 看不懂 所以他就一直刪 只要跟科學相抵觸 就刪掉就刪掉 刪到最後我告訴你 就約聖經剩下四個字 因為通通違反那個真理嘛 不是違反真理 違反你的大腦邏輯啊 因為生命的東西跟大腦邏輯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不會解讀 他不會解讀 因為不會解讀 一看底觸 底觸就刪了 要不然跟科學講不過去啊 科學是大腦裡面的東西啊 這個科學再過個兩百年又被推翻了 那你怎麼辦 怎麼辦 到時候你又把刪掉的聖經 再把它補回來嗎 那可見這種宗教是不老實嘛 對不對 經典怎麼可以亂刪呢 我們都不刪啊 對不對 都不能刪啊 你要留意到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他這個地方啊 講東南西北 這個叫四方 再加四圍到東南西南 那西北東北 這叫四圍 那他把四圍給刪掉了 那佛呢本來是十個佛 他通通把你刪了五個七個十個 為什麼刪到這種狀況呢 讓你去對比一下它的重要性 西方為什麼七個 比你其他三方多兩個嘛 就告訴你西方比較殊勝啊 用這個十 十字上的東西來表達 來表達 有沒有這一個 那上方為什麼十個 上方是最圓滿的 本來是十方 所以他告訴你西方還不是究竟啊 還有一個上方 他不是說上方是究竟 他是告訴我們 整個法界是像圓球狀的 立體的 不是你想像的平面的 他用這個來告訴我們 是法界整體 法界整體 你留意到喔 他假如通通都是十個出來 你就比較不出來啦 所以這種經典的結構很簡單 但是呢很窮盡 很窮盡 我告訴你 假如不是我這樣跟你講 你根本就體會不到 為什麼 其他四方都是五方佛 而西方是七方佛 上方是十方佛 為什麼 你不知道 你可能會說喔 我所知這樣太重了 才會去搞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那個是本來如此啊 不是本來如此 因為我們對比了其他的版本 以後發現 就我們螺蛇版人家刪掉很多啦 好 那麼你既然刪了 為什麼這樣刪 這個問題就浮出來了 對不對 而他刪得非常邏輯 符合生命的邏輯 而不是大腦的邏輯 要看清楚啊 看清楚啊 這個人啊 了不起就了不起在這裡 所以他敢說他翻譯的經典 絕對符合佛陀的意思 你看他都刪那麼多 還符合佛陀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佛陀拿給他講的 對不對 他講死亡佛不多餘的嗎 不是 印度人希望死亡佛 中國人不必啊 講那麼多搞不懂啊 不這樣講他不清楚 那你有沒有這種本事 有沒有這種解讀經典的語言模式 跟思維模式的能力 這是關鍵啦 這是關鍵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談的是 你一定要試著摸索 帶著儀勤 因為在學佛的過程裡啊 經典的語言模式跟思維模式 你必須先通達 你不能夠自己去解讀啊 那你經典就沒辦法 我講給你聽的這些 對我來講是我體驗的 對你來講他變成一種知識 我不是要你接受這些知識 我是希望你透過我所教你的這個方法 那你自己去擁有一套 你解讀經典的語言模式跟思維模式 而你的模式不一定跟我一樣 你copy沒有用 copy我的只是知識而已嘛 你必須去創造你的思維模式 每一部 這個佛經裡頭的思維模式 是每個人看的不一樣 不是說我講的對 你講的錯 不是 你有一套你的模式 因為那是你生命的體驗 我提供給你的是 告訴你經典應該要這樣解讀 活潑一點 不要用傳統的意識形態 框著你自己 那你怎麼能開悟呢 對不對 所以你會這樣講 師父不是說嗎 不是說什麼 不是說 不是說什麼 那都是你自己想的雜訊嘛 不不不不 某某大德不是說什麼 某某大德叫你去死 你去死啊 對不對 某某大德講的是他的知識啊 對不對不管那是一種知識 我今天講給你也是一樣 不是我對不對的問題 是你透過我教你的 你自己要斷念一套你的模式出來 是直接你從經典裡頭去得的 不是從我這邊得的 你從我這邊得的幹嘛 對不對 你要靠我講的這個去吃飯 難道沒飯吃啊 你要靠佛陀的這些去 靠佛吃飯還有點飯吃 靠我講的沒飯吃啊 所以你要從經典裡頭 去找到你生命的活水源頭 那個生命能量是爆發的 我只是協助你告訴你說 我有這樣的一個範例 不是很好啊大概還可以啦 至少我吹牛也吹得出來對不對 給你參考一下你弄一套你自己的 對經典解讀的那種語言模式跟思維模式 你可以來放學 不是要你去記知識 記知識沒用 這不是要考佛學院說考一百分呢 考一百分幹嘛 得第一名 得第一名幹嘛 討個好老婆是嗎 不然這要看什麼 沒有用嘛 所以知識啊只是一種媒介而已 不要當做終極目標 這個才是學佛 學著覺悟啊 生命要覺悟啊 你不去覺悟光記一堆知識 那不是業力嗎 那腦子裡頭負擔那麼多業力幹嘛 回家看電視 看得高興了好睡覺 你看這個啊 記那麼多知識還會腦神經衰弱 這個是我簡單跟各位談一下 至於這些文章啊 這些經文裡頭的東西啊 我就不詳細一個一個跟各位講 這個佛號啊 你記得讀經啊 只要讀到佛名的時候 我們誦經是這樣 我念一遍給各位聽喔 社利佛 如我君者讚嘆 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力 東方益友 阿出彼佛 虛米相佛 大虛米佛 虛米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橫河沙樹諸佛 各與其國出廣常舌相 佩附三千大千世界 所誠實言 如等眾生當信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覆念經 這一段念完以後呢 你就更應該合掌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出彼佛 南無虛米相佛 南無大虛米佛 南無虛米光佛 南無妙音佛 南無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覆念經 這個要再多念一遍 加南無 那經典要加上去 當然你在這個時候 還可以再加一個 南無本是釋迦摩尼佛 因為是他講的嘛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再加 那就比較多一點太囉嗦了 不是太囉嗦了 不好意思 又講錯話 你再加 南無色利佛等諸大尊者 可以嗎 但那通常是法會才用的 法會的話 要把這個東西弄得很周全 那你一般在誦經不必 大概加一個 南無本是釋迦摩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這裡有阿彌陀佛 只要有佛名出現 或者菩薩名出現 你那段經文送完以後 就加上這些符號 加個南無 有的人 叫做比較高的一手 就站起來拜 一句一拜 一句一拜 但是你記得 他有精明 經文的名字 你也南無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守護念經 這個時候 當你這樣子 你會覺得 夠夠點一 對不對 禮數那麼多 功德很大 什麼功德呢 因為你把自己攪拌起來 動起來 你不會再按照經文這樣 一種意識形態的接受 你知道嗎 你表達你的恭敬 我和掌我對所有的佛在恭敬 你看聽文藝佛名功德有多大 我現在在合掌恭敬 恭敬念 送佛號 你看那個多擬德的嘛 你去看看地藏經講 聽文諸佛菩薩名號 功德有多殊聖 那你既然已經聽文了 你是不是把這個殊聖 行的啦 行的啦 是不是叫行的啦 不要讓它漏掉嘛 你再接一下嘛 再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腦筋不是慣性喔 你有所覺 有所覺對不對 覺醒來進行 那這個福報全你的 這個因緣全你的 所以我教你誦經也是太過那個 不太像其他師傅講的乖乖亮的好 修法過程當中啊 你自己要用心 自己用心 自己去體驗這些 這是一個 南方 攝利佛 南方世界 有日月燈佛 明文光佛 大雁間佛 虛米燈佛 無量精進佛 如是等橫河沙樹諸佛 各於齊國出廣長舌相 遍復三千大千世界 所誠實言 如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時宜功德 一切諸佛所互念經 那像這個部分啊 有時候你也可以這樣改 念完以後呢 再合掌 那麼南方世界日與月燈佛 那麼南方世界明文光佛 那麼南方世界大雁間佛 那麼南方世界虛米燈佛 那麼南方世界無量精進佛 你再把世界加上去 因為加世界上去的這種念法 通常叫做華言念佛法 華言經裡頭出現世界的時候 通常有南方什麼什麼世界 那麼有什麼什麼佛 那還有上手菩薩 什麼什麼菩薩 有沒有 那這個是華言經念佛的方法 好這個是舉個例子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是南方 這個東南西北方的意思 我們講過就不再講了 設立佛 西方世界有無量授佛 無量相佛 無量闖佛 大光佛 大明佛 寶相佛 靜光佛 如是等 衡等眾生當現實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一樣這個是西方世界 一二三四五六七個佛 我沒錯 我應該是沒有記錯了 這個彌陀經我是出學佛的時候念過 後來我就沒在念了 因為我專攻華言 彌陀經是去年十一月到溫哥華獎金的時候才拿起來再看一遍 那我們大概這十年前我在 法身就是能的部分 法界是所的部分 它同一個結構 就昨天講的多微流淌的部分 這個是很殊勝的 我這樣講各位聽不太懂 你沒有進入那個領域 沒有體驗到 所以那是什麼東西你不知道 法身不是你講的說一個身相的狀況 它是一個宇宙存在的本然狀態 那你要去體驗它 這個西方世界的情況我們前面講過 這裡也不再講 我們再看北方 北方是成就以後的妙用 所以福報很大 師弟佛 北方世界有厭堅佛 最聖因佛 南祖佛 日生佛 網民佛 如是等橫河沙樹祖佛 各與其國出廣常實相 篇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實言 如等眾生當信誓 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祖佛所互念經 這個四方講完了 都有一句話 這些佛呢 各與其國出廣常實相 有沒有 篇佛三千大千世界 佛的舌頭聽說生出來 能夠把臉蓋住 那是什麼舌頭啊 那可能基因突變 那是青蛙的舌頭 佛陀不是青蛙 那個舌頭伸出來 出廣常實相 那個舌頭薄到 篇復三千大千世界 初學佛的人 尤其講經的人 很喜歡講這個 那佛陀神通真厲害 舌頭伸出來 我們伸出來 聽說頂到鼻尖的人 是已經三輩子沒說謊話 你來你深深看 有沒有頂到鼻尖啊 你一定常講謊話 我都不敢伸出來 這個啊 叫著相解釋法 著相解釋法是古代啊 有一些非常忠誠的 基本教義派 這些佛子啊 所做的解釋 我們不批評他不對啦 不要批評他不對 反正他是最忠誠的人嘛 他的意思法意 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他法意是說啊 這佛的法因流先 沒有死角 沒有死角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他都窮盡 知道嗎 我們不窮盡啊 你看我不會講一講 都人家睡著啦 師父講的太深啦 這就是死角嘛 對不對 你要留意到 佛陀的法因啊 是各階層的人都能夠體會 那就表示他的語言很厲害喔 他語言怎麼厲害 我們看這經典喔 三千年前他這樣講 現在來看你也能解釋喔 不會解釋是個人的事啦 這個經再放三千年喔 還可以用 所以佛經不可能去刪的 因為你不會解釋是你家的事啊 你不要怪到佛的身上去啊 所以那些宗教啊 莫名其妙 他否認了他們的教主 他才會把他的經典刪掉嘛 為什麼他會刪 因為他沒有生命的體驗 所以他沒有辦法感受 他的教主在教他什麼 他用大腦想想不通嘛 大腦只能夠局限在這一世 這幾十年來我們生活的環境裡頭 那些記憶拿來做推理嘛 推理不通 那已經是前輩子的事啊 甚至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的事 他怎麼能懂呢 不懂就改啦 那你弄錯了 所以佛教一定要我們怎麼樣 去體驗 要我們修行 修行就體驗嘛 體驗叫正量嘛 你體驗到就正正量啊 限量界啊 對不對 馬上境界限界那你就知道了 那你體驗不到 你修行不到那你體驗不到 你當然也不會講嘛 那不會講又怎麼辦 然後佛經講的 佛是如一則 實於一則 不況於一則 不況於一則 我只好鑽牛角線 我不會講啊 對不對 因為佛沒錯嘛 佛沒錯啊 我不懂什麼 我只好想當然了自己解釋嘛 自遠其說講過去就好了 那也有功德 那什麼功德你知道嗎 那叫福報 那揭引出擊可以 揭引出擊可以 他想要生命改造了生死就不可能 揭引出擊可以 那有這種結善緣啊 修福田啊這個可以 蔣經也變成這個樣子 那跟各位供養一樣 要加入法供養他加不上去嘛 蔣經又加法供養 因為他獎金就在法啊 可是他法轉不動的話 怎麼辦 他只好亂動嘛 對不對 那就變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要留意到 他有這種狀況 古代有這種情形 現代也有這種情況 不是我們不信 佛陀在轉法輪的時候 你看他的語言 幾千年前 乃至從現在幾千年後 他都是圓潤的 非常圓融非常smooth 就是他有一套語言模式 配合他的思維模式 所以這部經跟那部經可以連起來 你看這部跟無量壽經 跟那個華言經 乃至於跟密教的大日經 都能連接起來 他不會矛盾啊 生命的體驗不會矛盾 所以你在佛經那麼多經典裡頭 他不衝突的 不衝突的 你不要看 跟波日經 這個叫性中經典 波日經是空中經典 他們對在一起啊 不衝突的 不衝突的 是在報生佛境界啊 報生佛有沒有震得空性啊 當然要震空性啊 沒震空性怎麼震得了爆生世界呢 對不對 但是他不敢講空 一講空的話 極樂世界就消失了 因為他是在化身的極樂世界裡 不是在報生的極樂世界裡 所以他會產生矛盾 會產生矛盾 各位你仔細看看 我講的提供你參考 包括這廣常舌相的解釋 那當然你要解釋說舌頭伸出來 整個法界都蓋住 那也可以啦 對不對 鼓掌鼓掌就好了 就跟那個地藏王菩薩 跟敏公要 要化園一家沙土地一樣 敏公說好 一家沙有多少 他試試看嘛 家沙一張開 九華山全部蓋住了 有沒有 這下子 哇他就死了 不給也不行了 因為地藏河上有這種威神力 所以佛陀的威神力更厲害 對不對 所以你用那種類比解釋 不太好 不過呢 我們知道有人這樣解釋就好啦 你以後人家再講 你不要給人家吐槽 法師你這樣講不對 應該怎麼講才對 你等一下走出去 當心人家揍你啊 好 再看下面兩個 色力佛 下方世界有獅子佛 明文佛 明光佛 達摩佛 法闖佛 慈法佛 如是等橫河沙術諸佛 各與其國出廣長舌相 遍復三千大千世界說成事言 如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義功德 一切諸佛所互念經 這個經文喔 格式都一致 有嗎 這個 你就看到說 這個經典其實很好犯 很好犯啊 對不對 你看嘛 他公司一套 一套就通通出來 這個叫流水文 這六段經文叫流水文 但在流水文當中 他有玄機 有玄機 有沒有 五個 五個 七個 五個 再五個 再來呢 就是上方 上方就十個了 這個 你看看這種布局啊 這個叫做巧運機心啊 他布局得非常好 非常微妙 非常微妙 那為什麼加一個上方下方啊 那個立體感全部出來 假如只有東南西北喔 你只看平面的喔 再加一個上方下方 立體感就出來了 所以古代佛法再講十方講立體的 它是 跟我們那個平面腦筋是不一樣的 它整個是立體的 所以才有上下方 有沒有 這個就出來了 然後上方是最後一個 就從進來就結束了 他告訴我們 整個法界是這個樣子 而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你在講 西方到底是哪一方 對不對 它上方下方 這個當中不是只有一個水平而已喔 它還有很多喔 你看上方要過多少世界 也是十萬億佛差 下方也是十萬億佛差 那整個的立體感裡頭 你看平面是水平怎麼拉的 對不對 這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時空的立體感要有 要有 好 好 設立佛 上方世界 有泛淵佛 素王佛 相上佛 相光佛 大雁堅佛 雜色寶華延伸佛 當現實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到這個地方啊 通常我們送阿彌陀經的人 你會發現 送到佛要說東方的時候 就ㄎ一聲大家合掌 到這裡ㄎ一聲大家放掌 對不對 你不懂得意義啊 你就這樣子流水一樣的念過去 但是你要懂得意義啊 你就覺得說 他這個六方佛的佈局啊 他顯得非常的莊嚴 非常的神聖 非常殊聖 為什麼 因為他把重點都標出來 西方是成就 那麼他在這個地方 這部經理特別強調成就 因為有些經典啊 特別強調空性 那就指南方 南方喔 有的時候是指東方 有的經典特別強調那個北方 因為他成就以後的妙用 各位在要修那個消災拔度法 有沒有 消災法拔度法 其實都要修北方法 北方法呢 一定要東南西走過才有北方 你東南西都沒有直接修北方喔 那就變成法會的佛教了 因為你一直在辦法會嘛 那個法會是妙用 所以叫不空成就 原來呢你透過東方的空性 或者南方的正確刑法 所得到的成就是西方 北方呢就是要起用啊 光正的空性正的成就要幹嘛 要起用才有用啊 所以呢這個四方的法都有人在修 但是你常常不知道 在修哪一法也不知道 那這一 這部經在告訴我們是西方的成就最重要 所以在西方有七個佛 那他的完整啊不是西方就好了 完整是十方 對不對 所以上方呢他講十個佛 那告訴我們要入法界 所以你在初階學到報生佛的時候西方最重要 那事實上當你在經過北方的時候 你就要入法界啦 那就不是停在報生的淨土裡 而是要進入法生的法界裡 這整個經文的這種結構啊 那就講得很精彩很精彩 那我們不懂得經文的語言模式跟思維模式啊 這些你就不知道 那這經文在講什麼 所以我告訴各位 這幾天你來聽啊 十回票價 因為我要講這個機會也不多啊 因為我不是講阿彌陀經的 我是講華遠經的 所以你今天啊 是拿十塊錢來買到一萬塊的東西啊 你知道嗎 我是拿華遠經講這個阿彌陀經給你聽啊 所以你會聽得很累啊 我以前聽阿彌陀經 都很好笑啊 而且很有信心可以往生耶 聽你這麼一講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喔 我告訴你 你往生的時候 化身的極力世界 不是暴身的極力世界 沒有人會跟你講啊 沒有人會講啊 我相信各位啊 在聽得念心也不是很舒服啊 我念那麼久的佛啊 聽那麼久的阿彌陀經 講得都那個樣子 怎麼你講得有點異端喔 不是異端 這是如實了之的狀況 你必須要這樣如實了之 好 這個地方啊 我們就看到了六方 六方佛 那麼這個六方佛 你念完一段經文 剛才講的這種情況 合掌把佛號把經文 再念一遍 再加強以後啊 你就會發現啊 這個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互念經啊 你這樣反覆的念 你送過一遍阿彌陀經 這個名字你就念了十二遍 你會得到它很大的價值 你會得到它很大的價值 你念這個名字的時候啊 跟念哦 那麼佛說阿彌陀經不一樣喔 那麼佛說阿彌陀經 這部經佛是沒有說的 佛說的是 那麼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互念經喔 這是釋迦牟陀佛講的 那個佛說阿彌陀經是 是吉姆羅斯講的 有沒有 所以呢 你把這個經文啊 念個十二遍以後啊 法界一切諸佛啊 統統加持你 統統加持你 我相信當你這樣念過去以後啊 你就有點覺知 而不是啊 流水文的念過去 流水文啊 那個墨魚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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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你念完它 那個名字很熟 不然念不出來有沒有 但是你這樣子有覺知的 反過來在念的話 這個名字你就會很熟 而且這幾個佛名啊 你也會很清楚 多念幾遍來 你就會多 通通記起來 通通記起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誦經方式 很多同修在問啊 怎麼誦經可以不打妄想啊 我告訴你 你這樣念啊 就不太會打妄想 要完全不打妄想啊 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佛 一個是白癡 白癡就不會打妄想 他坐在那裡啊 嘴巴歪一邊流口水 他怎麼打妄想 佛不打妄想 我們都會有妄想 那你要透過誦經來降伏你的妄想啊 那就用這個方法 那你的覺性就會很高 就會很高 好 這個六方佛的因緣啊 我們就跟各位講到這地方 這是很有意思啊 那 涉利佛 欲如意雲和 這個釋迦牟尼佛啊 跟他這個大兒子 涉利佛是智慧第一嘛 他大兒子啊 講講講講啊 我這樣講 你覺得怎樣 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你看他特別強調這個問題啊 他沒有說何故名為阿彌陀經啊 所以這部經啊 它很重要的一點 現在我們談到這裡啊 後面還沒看 你就想說 我們前面所講的 你看看 是不是那種狀況 對不對 因為是所有眾生成就以後 才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他所護念的 不是這不經的問題 是一個法界的真理狀態 他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 文是經受辭者 即問諸佛名則 是諸善男子善女人 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 皆得不退轉於阿妮多羅三秒三菩提 事故施利佛 如等皆當信受我與其諸佛所說 他告訴我們啊 你聽了這部經啊 以及聽到諸佛名號 那麼就能夠得到啊 一切諸佛之所護念 那這個我們的大腦就要啟動了 為什麼 這個聽了以後諸佛之所護念 那我們念別的護不護念啊 這問題就在這裡啊 你念佛名 佛是覺悟啊 你念佛的名號你有覺悟嗎 啊沒有啊它只不過是個口號嘛 不是喊口號的問題 不是口號 那是什麼 一種覺醒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覺醒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在宋經在念佛的時候 你就要去留意到這一些覺悟的情況 覺悟的情況 所以在念的時候 經文是很簡單 我們送經的方法 你自己要去轉一下 那覺悟是什麼 覺悟就這三個東西 生命的覺悟 人性的覺悟 人生的覺悟 你三個部分你去體會 有的人比較在意的是人性 有的人比較在意的是生命 有的人比較容易感受的是人生的問題 你只要從那邊有所覺悟的話 那麼那個佛就跟你相應 因為它是來自於四面八方的嘛 它講所有的佛嘛 所有的生命因素嘛 那你的生命因素既然有一個啟發 一定有個佛跟你相應啊 所以你就會得一切諸佛之所互念 這個一切諸佛之所互念有兩層意思 一個是所有的佛 因為你有一個因素啟發的嘛 所有的佛都會跟你相應加持你 佛光或普照你 因為你既然有一個生命因素啟發出來 那你就肯定會成佛 那現在呢 所有的佛就跟你通電了 知道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是 你這個生命因素既然啟發 一定有個佛會跟你相應 那叫當機 知道嗎 你有一個本尊就對了 那個本尊會跟你相應啊 那哪一個你不管 而這個本尊呢 不是化身佛 是報身佛 知道嗎 是關鍵在這裡 那麼從你那個生命因素啟發出來以後 你將來往生的世界啊 就是那個報身佛的世界 不一定是極樂世界 那這個在理論上這裡就不講了 因為這裡主要是講極樂世界的這個部分嘛 而你生命啟發的那個因素跟那個性德啊 是跟那個佛相應的 是到那裡 那也是淨土啊 因為都是報身淨土嘛 所以是一致的啊 是平等平等的 只是名字不一樣而已啊 但是 價值是一樣 就好像你住的都是五星級飯店 只是不同哪一家而已 但是都是五星級標準的 這就是指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在看啊 你真的那個實質啊 我們叫實力啊 實力派啊 真實的部分你一定要有 因為修行 行這個字啊 是講實踐 我們講叫力行嘛 這實踐 你一定要去做 真正修行啊 就是摸索 因為你不知道在摸索 人生都在摸索 摸索就是修行 你不要看說沒成績啊 不是成績的問題啊 你只要摸索就對了 你就已經開始在覺醒了嘛 那你有沒有找到 那還得因緣啊 對不對 還得善根啊 你前輩子沒摸索 這輩子摸索 你就滿頭包嘛 所以你看佛成佛 你看佛為什麼滿頭包啊 對不對 他在摸索的時候 那個被bossing下去 就長一包出來 當你滿頭都是包 你就成佛了 這就是摸索 修行這兩個字啊 你自己要去定義 因為摸索 所以它產生一種現象 這就是修行的根本定義 非常簡單的定義 解決你擺在眼前的困難 就是修行 你生活中有沒有困難 你就去解決它 這個就是修行 有了困難 你又溜 那你就完了 那個困難就是變成業 它會一直跟著你 不管你溜到哪裡去 業也永遠跟著你 所以你要解決你的困難 擺在眼前的困難 你把它解決了 業就沒了 明明你處理的 又怎麼又來了 那你就拜餐啊 就拜餐啊 這很簡單啊 這修行就這兩個方法 這就左右腳左右腳 擺在眼前的你解決它嘛 能解決你就解決嘛 解決如果跑出來 這是業嘛 還是拜餐嘛 對不對 你就這樣一直前進啊 超越很快 很快 好吧 今天我們跟各位講到這裡 那個明天呢 再把後半段的部分啊 跟各位講一下 那明天 後天 我們第二節課啊 留給各位發問 你有任何的問題 不會 或不懂的 或者我講的不清楚的 都可以問 好吧 各位不用客氣 阿彌陀佛 我們前兩天啊 跟各位談的 是有比較深的一點 其實它不是深啊 只是平常你沒聽過 現在了解到這樣的一個架構啊 會有一種生疏感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做一個總結 也就是為什麼 佛門中啊 尤其大聖佛教 會有一個淨土的觀念產生 你大概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其他宗教講天國 我們佛教講淨土 只有這樣嘛 這樣佛教的淨土跟其他宗教的天國 那就沒兩樣了 那這個就不一樣了 我跟你講不是這樣的觀念 你假如是這樣的觀念 那基本上你對佛教的認知 跟其他宗教的認知啊 差不多啦 佛教是什麼你還是搞不懂 我跟各位講 這裡面有很多很深層 而且也很有價值的意義在 是從你自己的生命中來看的 我要告訴各位 宗教的產生啊 是來自於我們對生命的體驗 這個定義啊 是跟西方人不一樣 西方人對一個宗教的定義啊 他第一個要有教主 第二個要有經典 第三個要有儀軌 等等的這個戒律等等 他們是從這個表象上來定義 我們不這樣定義的 宗教這兩個字啊 不是我們中國人翻譯的 他來自於外國 他叫religion 那麼來到東方以後啊 是日本人翻譯就是宗教 用翻的對與不對啊 我們暫且不管 但是把這個東西 宗教的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們原來是叫三教九流 你記得喔 有沒有三教九流啊 叫老百姓啊 受創傷的心靈啊 需要一點撫慰 所以大家呢 就會找一個什麼東西 不管啊 給他寄託的 後來呢 搞出一個人模人樣的 這個神職啊 叫神職嘛 你來膜拜啊 對他講 傾訴內心的苦啊 那是最好 因為啊 他是木雕的 泥塑的 他不常舍 跟人講很麻煩 跟人講一講啊 常常啊 就會跑出那種狀況來 我本來這樣跟他講 他怎麼那樣跟我講出去 就變成這種狀況 而且你知道啊 今天是好朋友 我跟你講啊 明天變成敵人啊 那你就糟糕了 對不對 有這種情況 因此啊 這一種宗教啊 三教九流的這一種宗教啊 事實上啊 對於基層 底層社會的老百姓來講 他有很大的作用 就安撫啊 內心創傷的靈魂啊 這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一般來講 像各位 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講啊 你所要的不是這種 三教九流的宗教 你要的是三家之言的真理 所以辱士道三家 那是講真理的 真理啊 你記得 絕對跟生命有關 與生命無關的真理啊 那叫物理 不叫真理 物理跟真理啊 有很明顯的差別 真理的這種東西 絕對跟生命有關 所以 儒士道三家所講的 儒家 叫理學 道家 叫玄學 佛家 叫論學 經歷論三藏論學啊 論啊 叫阿彼達摩 它不是哲學 我們三家都沒有哲學 西方才有哲學 現在把它翻成哲學以後啊 我們儒士道三家都有哲學啦 其實這哲學的基本定義啊 跟我們所講的理學不一樣 跟我們所講的玄學也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哲學啊 只是大腦裡面的東西 你要記得 哲學是大腦裡面的東西 它是用推理的 所以哲學啊 有一個流行趨勢 你看學術界啊 它一直有一個流行趨勢 幾十年就翻個大理論 幾十年就翻個大理論 因為假如不翻大理論 他就沒飯吃啊 所以大學者大學者 就是發明理論的叫大學者嘛 那些理論過幾十年就沒人要理啦 但是玄學 理學 或者佛教講的論學阿彼達摩 或者我們中國叫做義學 佛教有這兩個系統 大聖叫義學阿 小聖的話就叫論學論障 這裡面在談的是什麼 他不講推理 他講氣離 記得嗎 氣離 所以你講經 氣離沒有 不氣離 之間不正確 你會記得嗎 他第一個要氣離 氣離講到大家都睡著了 這個叫不氣機 對不對 金空法師講的很氣機 大家都認識 最近又有一個新的明星出來 叫海濤法師 他也很氣機 對不對 有沒有氣離 我們不管他 但是他很氣機 我講的就不見得氣機 我講的大家都皺著眉頭 都入定去啦 要講氣離 就很難氣機 要講氣機 就很難氣離 要講到真的能氣離又氣機 那就要高明的功夫啦 就要義無礙 變才無礙 還要持無礙 你想想看 你有這種本事嘛 要是無礙的 只有佛陀 我們四個當中 總有一個兩個會 沒力等 有時候講到那邊 都是等未過來 有時候勉強講出來 你聽不懂了 講經的人他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不能講錯 講的他絕對負責 要背因果的 第二個呢 不能給你聽錯 我們就發現 聽的人常常聽錯 講的沒意思 因為講的跟寫的不一樣 講有時候是 以為你懂的就帶過去了 有時候在當中 會漏了一些連接詞 或者轉折的漏掉了 那結果你就聽錯了 這個不能給人家聽錯 第三個呢 你聽了以後出去講給別人聽 也不能夠轉錯 你講給人家聽不能轉錯 你講給人家聽不能轉錯 所以我們很多人 聽完經回去以後 是非禁其 為什麼是非一直禁其 因為個人聽的都不一樣 有一次我講 有個同修發心 他很認真很精進 那發心又講經 我就鼓勵大家 都支持他 我說他 沒有正出國奧國 那也有出產奧產的定力 那麼既然發心想跟大家結緣 他要講經 大家就應該護持他 多支持他 要把他當做阿羅漢一樣恭敬 就沒錯吧 好了 講完以後下面一堆都氣笑 說我授記他是阿羅漢 我都已經講了 他沒有出國也沒有奧國 那至少他有出產奧產的定力 我們要把他當做阿羅漢這樣來恭敬 好了 結果變成我授記他是阿羅漢 我都不知道我是阿羅漢 我還會授記人家是阿羅漢嗎 你想想看嘛 這個就是在講話當中常有的問題 常有的 他轉出去就轉錯了 我肯定我沒有講錯 為什麼 因為我從不跟人家授記誰證阿羅漢 所以我不可能說他是阿羅漢 但是就有人會說 我說他是阿羅漢 那這個就問題很大 所以你要留意到這一點 那麼我們要跟各位談的這些 今天要談的一個重點 就是阿法暴化三身的淨土 我們通稱淨土 化身是在沙婆世界 暴身是在淨土 法身是在法界 這個跟天國是完全不一樣 天國還是在沙婆 你一定要弄清楚阿 任何的天國天堂通通還在沙婆裡 沙婆裡就有三千大千世界阿 知道嗎 那淨土呢淨土不一樣阿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在講說淨土法門 淨土法門 很簡單講淨土法門就是報身法門阿 華眼在講的是法身法門阿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你要留意到 直接就淨法身 所以華眼在講的是法身大事 不講阿彼八字 不講阿彼八字 你有沒有弄清楚 這樣你就應該很清楚了 但是我肯定你從來沒聽過 你不會聽過這些的 因為這種東西你只有在華眼裡頭 你才會看得到 為什麼華眼要講法身大事 他是法界裡面的大菩薩 他連菩薩都不講阿 他是大大事阿 法身的大事阿 他不是普通的菩薩 普通的菩薩 只是這個過程裡 在六度裡頭 修行的人叫菩薩 沒有錯 但是他沒有正德法身 但是他可能有報身 所以這裡頭有一些狀況 這個理論呢就相當多了 我這樣講你當然聽不懂 我要講到你懂就天亮了 這個比入釘更麻煩的 現在天才要黑下來而已 講到完就天亮了 你就知道這功夫要多大 第一個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在生命因素裡頭你要定位 我們有無量無邊的生命因素 但是定位是只選一個 讓這個生命因素開始成長 這個生命因素基本上對我們來講 不是零分 不是零分 多少各位你都已經啟蒙了 但是你抓不到他 你不知道而已 譬如你有沒有慈悲性 有 你有沒有智慧 也有 但是你現在跟你講說 你從慈悲下手 你大概會兩茫然 對不對 這慈悲也很好 不過呢你又有不過 講了半天說好 可是呢又來了 跟你講了半天呢 還有呢 還有又講完了以後呢 但是呢 又跑出來了 不過呢 可是啊 但是啊 還有啊 很多很多 這個就是你沒有辦法定位的地方 但是 沒辦法定位 並不表示所有的生命你都零分 不是這個意思 你都有 基本上啊 你大概 十幾分到二十分之間 假如你現在開始就有二十幾分的 那就已經很突出了 你要定位就簡單了 你大概就在那個地方 再差勁的人啊 也有五六分七八分啊 不會都沒有 所以現在要你學佛 要你修行 要你找定位 找出一個生命因素來定位啊 並不是困難的事 是因為你沒有信心 你只要有信心 你隨便一個就可以 好 我現在這樣跟你舉例 因為這個要找哪個生命因素出來啊 現在這個時代啊 你這個學問還沒展開 這個學問我估計要五百年後 我跟你講 肯定五百年後會很發達 五百年後你再來啊 學佛就很簡單啦 就跟現在啊 進入大學裡面讀大學一樣 那學佛裡頭有很多科系 也很多學問 通通會展開 在未來的一百年以後啊 它就會啟動 假如快的話 說不定二十年後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生命因素啊 你現在沒辦法的話 要怎麼辦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圓融道 圓融道啊 它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啊 就是對三寶具足信心 圓融道的金三角啊 第一角啊 就是啊 對三寶啊 要具足信心 第二個啊 敬行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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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菩薩道 哪個菩薩道 這個你就好 好進行啊 比如說我要救濟 我要布施 或者我要寫經 我要修禪定 或者我要到道場發心當義工 我來護持 或者在道場裡啊 掃地 或者煮飯 這個都可以啊 你發現這一件 服務眾生的事 進行壽要去做 不要輕易的改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在進行 這個菩薩道的同時啊 你會有徹擇 對不對 譬如說煮飯好了 太早煮喔 說你不會晚一點嘛 太晚煮喔 說那麼燙